1 3 2 1 车上小朋友同言同语 倒数着红绿灯数字 十字路口右斜方 有一台游览车开了过来 不偏不倚撞上轿车 撞击声相当猛烈 小朋友吓得嚎啕大哭 车主也摸不着头绪 为何这台客运会撞上他们 这起发生在云林的车火事故 原本轿车在十字路口停等红绿灯 车上小朋友开心的跟家人互动 却突然被左转的客运撞上轿车左车头 小朋友被吓哭 大人一时也不知所措 夸张的是肇事客运司机 居然还呛被撞的车主说 是没有遇过车祸吗 这段影片被民众po上网 嚣张的态度引发网友热议 痛斥司机闯祸还这么嚣张 还嘲讽客运驾照 现在也开始用鸡腿换了 但也有网友质疑 被撞的车主没有停在轿车停等线 双方都有错 开心出游却被客运突如其来冲撞 车主饱受惊吓 原本的欢乐气氛烟消云散 记者 廖文斌云林采访报导